- 新肖和羊的新肖 師傅 現在疫情持續 大家很關心自己的健康 其實有沒有說過 下年哪個新肖是特別需要注意自己的健康 其實每個新肖都需要自己的健康 但是我們也是 教不好運的新肖是容易有病的 教不好運的新肖 大部分都是說梵太歲的新肖 下年梵太歲的話 就是屬牛和屬羊的新肖 就要小心點 我們說過就是配戴肉排 或者是去攝太歲之外 我們今年在風水裡面 其實可以幫到手 每年我們說有兩顆病星 一顆叫五黃病星 一顆叫二黑病星 五黃是惡過二黑病星 今年的五黃病星是東南方 即是如果你的門口剛剛開在東南的話 是你自己正在睡的房間也要小心點 門口就要放一張灰色的地址 下面放一塊銅片在這裡 整個大門就最好不要黏紅色的東西 不要坐在睡的房間 其實就是剛剛在東南方的話 放一塊銅片在睡覺附近 就不要用粉紅色床單 窗戀布 用多些湖水藍色 或者灰色皮單的話都會好的 第一一樣東西 一定要用一個很好的抽氣扇 一路煮飯 加強病氣 有一個很好的抽氣扇 就將一些抽氣扇抽出的加在外面的遺憾會好些 煮飯的爐頭前面 也都放一張灰色地毯 下面放一塊銅片 就站起地毯煮飯 煮飯 煮飯那個也是沒有太容易病的 總之病星 紅色紫色粉紅色的東西 就用少些 最好用多些金屬的銅片 第二樣東西原來 放一些有響的金屬的響聲 也都可以化病 第二個二黑病星就是正北面 正北面就跟五黃病星的化解 但是一樣是放銅片 金鈴、金屬響聲的東西已經可以了 剛剛說到熟牛和熟羊 是下年就煩太歲 哪個月份都要特別小心 煩太歲的月份 農曆六月、農曆十二月的話 就容易有事發生 第二樣東西 我們說煩太歲 最怕的一句話叫做太歲 頭上凍土 牛年煩太歲是哪個位呢 是東北方的 即是打個鼻子 這張梳化剛剛東北方 你走去搬出來 然後搬進去的話 都算動到東北方凍土 會發生什麼事呢 就是煩太歲的人 容易凍傷或咬傷 弄傷腳 這是萬事萬多的